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參議院大選前夕 到歐洲出席G7峰會和北約峰會 強調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 專家認為 日本參與國際政治比以前積極 將會擴大與歐洲合作 應對中國挑戰 美國之音報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6月29日至37日 將會在西班牙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 是由日本首相首次出席 此前岸田6月26日 出席在德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 承諾將會在五年內 全面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 確保相當大程度地增加國防支出 並稱不允許憑藉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 由於日本參議院大選 將會在7月10日開始投票 岸田在選戰期間出訪五日實屬罕見 是繼前首相姦職人 2010年在參議院大選期間出訪之後 再度有現任首相 是中央級大選期間出訪 文章引述分析指出 岸田在此時選擇參加北約峰會 有其國內事務及外交考慮的背景 自民黨提議大幅加強防衛能力的目標 是GDP的百分之二 與北約主要國家的國防費用相近 所以岸田想在北約峰會上提出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獲得國際的支持 目前日本的安全和防衛政策中 最主要的就是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 俄烏衝突令日本感受到加強防禦的必要性 以及與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在大選的關鍵時間來參加北約峰會 有中日關係專家表示 這次北約峰會也邀請了其他非北約的國家 不過日本是一個最特殊的存在 因為G7領袖裏面 唯一非北約成員國就是日本 在這次俄烏衝突中的表現 亦是最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日本的表現與過去不同 不但極早對烏克蘭表態支持 甚至還提供防彈衣等軍用裝備給烏克蘭 以至接受烏克蘭難民 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時 日本是G7中唯一沒有對俄羅斯進行制裁的國家 這次日本偽然與歐美站在一起 共同面對俄羅斯 這樣的轉變大為提高了歐洲對日本的信賴 在北約需要抗衡中國威脅的現在格外重要 分析指出 歐洲國家雖然面對俄羅斯方面 已經具有相當的經驗 但正是摸索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要怎樣調整 由於日本有長期與中國交手的經驗 北約希望日本提供歐洲需要的協助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收聽